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思涵 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Q秀 不晓得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 每次去尤其是一个大饭店里面 吃他们的宴客菜 或者是说有喜宴的时候 我们去吃这个很丰盛的菜饶的时候 我都会在想 在家里能不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菜 然后也可以招待我们的亲朋好友 今天我们就请到游郡泽 我们这位真的是忠货菜 因为他在很多知名的饭店都待过 所以要跟大家带来两道 你一定会很喜欢的这个菜 我们欢迎俊哲 俊哲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为各位观众示范的 就是很简单的 我第一道菜就是普世锅烧牛仔果 其实它的食材就是饭的那个牛肉 它切的话就是8公分乘以8公分 要不要让观众朋友看一下8乘8是多大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的厚度大概保持差不多2公分至1.5 可以把设定大概差不多 我们的小指头这样子的宽度就好了 切起来然后薄薄的 重点是牛肉在切的高工 就是要注意它的顺文切 这才是重点 要不然你吃起来肉质会拆拆的 好来 接下来的话 我们的牛肉有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所谓的综合生菜 可以去油解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公表 老师讲得很快 因为其实这个食材取得非常容易 非常地简单 我们就先准备一个平底锅 然后一个大概我们中心温度 大概差不多80 如果你要让牛肉更好吃的话 老师要怎么样腌会比较滑嫩 万一我买不到和牛 和牛卖到缺货的话呢 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基本 调一个基本味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胡椒 跟海盐上就好 那其实可以的话 我们抓一点所谓的蛋白蛋清就好 蛋清 然后抓一点点的所谓的生粉 生粉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 太白粉 对 一点点稍稍许许的 好 就跟我们人一样 女孩子都不是会差一点 那些薄薄的粉 为它上一点妆 这牛肉就起来就很棒 好来 我们现在往下走了 锅子热了咧 我们就易序 你看啊 就很简单 我们用干煎的方式 是 老师放的这个锅子里面的油很少 因为为什么 牛角排或者是说我们的和牛呢 它的油脂的分泌呢 其实是非常密的 对 油花已经很多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多放油了 就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就好 我们就把它割进来 把它摊平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锅子一定要先浴的 你锅子不够热的话呢 也很容易黏锅 对对对 而且我们主要是要用煎风的方式 是 把它煎熟煎香 我要把牛肉煎到上色 让它颜色 它的标准就是我要的就是琥珀颜色 琥珀的颜色 对 琥珀到底什么颜色啊 有一点咖啡咖啡对不对 在这边先卖个小关子 其实在煎牛肉咧 你可以看到从它旁边 它慢慢的会变颜色 慢慢的会开始 已经在进行所谓的熟成了 好来 我们先稍微的用筷子 割一下 按开 那请你依序啊 你要记得你刚刚下牛肉的位置 嗯 嗯 然后一样啊 第二面翻过来的时候 我们一样啊 检查一下 那检查有没有上色 我主要的就是要让它上色而已 嗯哼 可以的话 我把火关掉了 好 做一个盘纸 那我们在家里做的话就一样 我们准备一个插手纸 厨房用的那个纸巾 把煎好的牛肉我们就搁上来 待会再准备吸油 好 好 来 接下来 先让它休息一下 来 我们再来准备一下 因为今天我顺便跟各位观众朋友 我去分享一下 中和生菜 它在处理就很简单 你要切块切丝都没有意见 你要切粒都没有意见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冰镇 为什么要冰镇 才会脆 才会脆 吃起来我们再来搭这个牛肉的话 它的口感就会很棒 也是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在现场制作的关系 我已经先把这个 情字作与性 已经先把这个中和生菜 已经冰镇完毕 不明思义 就是锅烧牛栽子 锅嘛 所以我就准备一个 很可爱的一个 对啊 超级可爱 其实在餐厅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生菜 搁进来 对 好 来 我们牛肉也煎完了 也休息了五分钟嘛 是不是 谢谢 那我们就接下来 一点点的油搁进来 重点是 在烹调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教观众朋友 制作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样子 叫做普汁 对啊 老师你讲到普汁 我就想普汁跟葡萄有关系吗 不是 还是跟葡萄牙有关系 它这个是所谓的香港料理 本来我是做芋菜的 什么普氏蛋塔 是是是 他们很喜欢用普氏什么的 是的 所以我们把油搁进来之后 你看 一点点的所谓的烧酒 让它香气出来 好 在家里的话 我们稍微用手拨一拨 我主要是要让那个烧酒的香气 带出来上去好 所以只有一点点而已 然后我再教观众朋友 制作一个很简单的 你看 蛋色酱油搁进来 大概两茶匙 可以再下一点 看我们牛肉的份量 是 好 然后再带一点点少许的糖 然后再带一点所谓的老抽 我们要调它的颜色 上色 是的 然后这时候呢 就很简单 你看它这样子 你先像我这样兜一兜 好 来 火关掉 好 刚刚我们做好的 煎好的牛肉 必须的放进来 让它泡一下SPA 好 这时候老师 又把火又开起来了 对 好 就用我们筷子 就很简单 也不用上夜街这样炒 不需要 不用耍帅 也不要耍酷了 所以说 拉拉的就好了 有啦 老师刚刚还是弄了两下 老师还是忘记了 让它这样子收干 这样就可以了 来 请主持人帮我一个忙 手伸出来 剥一剥 好 你吓死人了 有没有闻到香气 我真的应该拿筷子夹一个小块来 好香喔 好 真的是很香 那姐姐我们来 好 来 他叫我姐姐我好开心 你看给我一块这么大块 我还是剪一下好了 好 为了形象我还是剪一下 但是其余的 来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看我们做出来的牛肉 你看粉嫩粉嫩 其实已经熟了对不对 对 来 当然要吃 我最喜欢吃这个 你吃一下 告诉我 好嫩喔 好好吃喔 因为很幸福 你什么感觉 真的很好吃耶 谢谢 好吃是一定要的 因为今天我有准备炸好的蒜片 为什么没有进去锅中去烹调呢 其实这样烹调 有的人不敢吃大蒜 那其实我们在下的硬课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到硬课的需求 我就把它分开 好 我们就一样 要吃大蒜的人自己拿来吃吗 对 我们可以炸好 然后用西油纸把它 把它放在旁边 一样 就很简单 这个做菜就像这样一样 就移去 盘一盘 不是 把它整个就往上叠喔 老师是像扇子这样子 对 要优雅 是 是 老师 那个形状不好的就不要排了 老师还听不出我的意思 收到 了解收到 那就 这样子吧 老师对我有够好 对啊 这个形状真的不是很好看 加它一块好了 来 啥你什么意思 好 请你啊 做完菜再有个观念呢 我们的目的性就是一样冰煮浸泡 请你先检查一下 你看 你的菜有没有工整度 好 来 最后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炸好的蒜片 摆上去 摆上去 所以喜欢吃蒜的人 他可以单独就把这个蒜 往自己嘴巴里面塞 不喜欢蒜的人就把它剥开 那如果说有人不敢吃蒜片的话 你可以把它搁在旁边 还是用个小饼 跟出去就好了 希望观众朋友呢 有空的话一定做看看 因为真的太简单了 但是呢 动作上千万不能像厨娘这样子 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宴席 九点才开始 所以 下次呢 有这个厨娘在的饭店 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俊泽 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这个饭店菜 当然我们也谢谢全球的观众朋友 对我们的喜爱 我们下次见啰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 谢谢观众朋友 你们 听到 traveler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